最近有一些狀況 讓我們看到了英國跟美國 你知道嗎 以前發生這種狀況 你知道摔跡 以及這個潛艦差點沉默 這個都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怎麼會這麼巧同時發生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 這是美國海軍的P-8A海上巡邏機 導播等一下會給我們看影片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影片 他居然衝出夏威夷的陸戰隊基地 墜入海灣 這不是電影裡面才會出現 P-8A一架也不便宜 2019年他們跟美國跟波音買19架 當時候是說24億美元 我給他除了一下大概 一架也要1億多 1.2億美元 這怎麼回事 因為他的整個電子系統裝上去 對 就更貴了 我剛剛說的是空機的價格 他就是降落的時候 降落的時候沒有煞車好 結果飛機就繼續往前衝 後來就衝出了他們的這個 跑到盡頭的防護土 然後再往前衝過去 據說是 就衝入了大海 還好在大海漂 然後漂了就浮在那個大海 還好在那個地方 所以機組人員都沒有傷亡 都救回來了 低速墜海 但這個也太離譜了吧 是 這個就代表要不就是那個 機械故障 要不就是機械故障 現在還要查 要不就是天后 這個也要查 另外一個就是飛行員 是不是疲勞過渡 你累了嗎 有可能你累了嗎 你要喝那個 蠻牛 蠻牛 提升飲料 我最愛喝提升飲料 是不是這樣喝 對啊 那英國這個也很扯啊 這一艘潛艦 你知道潛艦本來就是神出鬼沒 沒有人知道它在哪裡嘛 所以如果一出事 那不能打事 所以這一艘是載有140名船員 而且它上面還有配備 三叉戟二型導彈的英國核潛艦 說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呢 不知道哪裡故障 導致潛艦居然下潛到一個 危險地帶 差一點艦毀人亡 這個就是說 因為其實每一個核動力潛艦 對於全世界來說都很關注 那你想想看如果說這個潛艦 突然間在水底下 這個消失了 如果你是英國你會不會緊張 你會思考它是不是叛變 對 還是被擊被打了 然後還是被被攻擊 對被搶劫了 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當然都會很焦慮很緊張 那後來就發現它事實上是 就是罪述降落到一個危險的地方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處理好的話 那基本上很有可能是 見毀人亡 對啊 還好就是救回來了 這個代表說水文能不能掌握得很準 還有就是艦艇的這個艦長 他在指揮操作員的時候 他是不是指揮有問題 一般來講發生這種事故的時候 他的艦長都會拔指的 像你剛剛講到的 美國的那一艘核動力潛艦 在南海說撞到不明物體 那後來不是浮上來嗎 浮上來以後先送到關島 後來再從關島送回美國 然後排了一年多以後 總算可以進場去大修了 那個艦長就被拔關了 因為就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艦長失職 例如說你的聲納官 你的水文官 你本身你的輪機長 你們對於整個艦艇的一個操作 你們到底是犯了多少錯誤 所以這種錯誤真的都非常的可怕 再來最可怕就是什麼 就是政策錯誤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南北韓這幾年呢 一直搞得越來越緊張 因為北韓不高興 美國一直賣武器給南韓 然後航母一直來你什麼意思嗎 然後潛艦也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整張我們一起來講 首先呢 是日本 日本之前就說了嘛 想跟美國買400枚的戰斧巡翼飛彈 美國國務院最新消息就批准了這筆交易 然後呢 美國還宣布 他們也要賣南韓 賣什麼呢 賣這個翔尾蛇飛彈 還有賣這個標6飛彈 所以呢 北韓就很生氣啊 北韓國防部就說啦 美國你們從軍售當中獲得越多利潤 你就必須為安全危機付出代價 那北韓的回應就是 他不是射飛彈 現在就是更厲害的 他要射這個間諜衛星 先前兩次都失敗了嘛 但最近啊 金正恩不是跟這個普丁有見面 大家就在說 俄羅斯有沒有傳授一手呢 所以啊而且這次也很快喔 他們還公布喔 我們11月22號 我們就要朝著黃海跟東海方向 發射一枚運載太空衛星的火箭 很多媒體標題直接下啦 北韓要發射間諜衛星 而這次這麼高調 先跟你預告喔 表示成功率是不是會很高 如果這次的發射成功 因為中間的間隔時間很短 那你前兩次的失敗 到第三次突然間成功 大家會合理的懷疑 是不是有外力的協助 因為剛好在這段時間內 金正恩就到了俄羅斯去訪問 而且也去他們的太空軍 就是俄羅斯的太空軍火箭發射基地 那邊去訪問 那這些到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還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一回來了以後 沒有多久 你馬上再進行火箭的試射 然後結果成功了 那大家當然會合理的懷疑 這也沒多久要一個多月而已 對 俄羅斯一定有協助你嘛 那俄羅斯為什麼要平白無故的協助你 那合理的懷疑就是 你也有協助俄羅斯嘛 那不然的話俄羅斯怎麼這段時間內 對烏克蘭的火力又恢復了之前的兇猛呢 炮彈哪裡來是不是 那炮彈就哪裡來的呢 那相當有可能就是你朝鮮供應的 這些火炮的設施 給予俄羅斯能夠讓它有更多的火力 去跟物軍交戰嘛 所以這些都是合理的懷疑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談到了 有關於這個 那個間諜衛星的試射 到底是間諜衛星視為真 還是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是為真呢 NO 對耶 因為你日本可以發射這個衛星 美國可以發射衛星 朝鮮當然有理由 有資格也可以發射衛星嘛 可是問題就在於發射衛星的導彈 它的跟洲際彈道導彈的原理是相通的 所以你打出一個衛星打到太空去 然後跟你在未來在這個 八千公里或是一萬兩千公里的導彈 是一樣的邏輯 因此一般來講 例如說像過去朝鮮曾經說 他們也是發射衛星 可是美國看了半天說我找不到你的衛星打到哪裡啊 所以他們就合理的懷疑你根本就是在試射導彈嘛 因為你的這個發射衛星的這個整流艙裡面 技術是一樣 根本沒有人造衛星嘛 也就是它事實上就是一個模擬彈頭嘛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那如果這次朝鮮一旦發射成功 大家會去看它發射的這些路徑軌徑 然後去計算它本身可不可以達到一萬兩千公里 如果可以達到一萬兩千公里 這代表朝鮮已經具備有能力打擊美國的 任何一個戰略型的城市 難怪會這麼緊張 而且這一次北韓很高調喔 他也不怕你來看喔 他也沒有偷偷來喔 日本首相愛年文雄 他說已經要求終止了 但是反正日本講要終止 金小胖也不會聽他的 倒是現在美國的這個航母來了 11月21號抵達南韓釜山的港口 他說對北韓的核子跟飛彈計畫展示 延伸的威者能力 真的有效嗎 南韓的海軍少將說 卡爾文森號展現是強大的聯合防禦姿態 以及回應北韓不斷推進的 核子跟飛彈的威脅 那北韓如果發射衛星的話 明天沖繩有可能會發布避難警報 因為按照這個衛星的路徑 他說是黃海東海 那所以很有可能會從琉球群島那邊飛過去 搞不好也會經過台灣這邊 也說不一定 那在上一次朝鮮曾經發射衛星的時候 日本的雷達沒有偵測到 是台灣的八爪雷達偵測到 所以在這個部分對於日本來講 他們會緊張是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有的時候我們會用軍事演習 但是事實上最後是實施軍事行動 有的時候就是說我發射是人造衛星 結果我人造衛星設計失靈 結果蹦掉到日本的國土之內 那你是故意還是失誤誰知道 那如果你直接掉到日本的境內 落到這個假設是 琉球群島的普天堅軍事基地 他說哎呦我這個打歪了 沒打好結果呢故障 所以打出去以後掉下來 就落到普天堅軍事基地 那你美國可生氣還是不能生氣 然後可以採用軍事動作 對抗朝鮮還是不行 所以卡爾文森號到了釜山 其實就是給朝鮮施加壓力 說你可千萬不要落到 我的普天堅軍事基地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已經來這裡震軍了 對我來這邊監督你了 我來看看你是真發射衛星 還是假發射 你會不會藉由發射衛星 來試探我的攻擊或是防禦能力 那航母來 其實當然航母除了攻擊之外 他是不是也是來偵查的 航母不會是做偵查 因為航母它本身有艦載機 美國的卡爾文森號的航母 大概有80架艦載機左右 那它有各類型的 包括空中預警機 然後還有這些大防風的戰機 所以航母一出去的時候 它的作戰的範圍 那就不一定是從南方往北打了 它也可以從這個東方往西打 如果要跟朝鮮打仗的話 都可以產生不同的角度的一個打仗 所以它的作戰力跟位置的力會比較大 所以真的就是來秀拳頭給北韓看 是的 好啦 那我們明天就等著看囉 看到底發射的是衛星 還是剛教授說的 還是北韓又要射彈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腔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請和想念 前哲學